大家好,我是邵杨 今天看的啥 说一部少女有一双无敌美腿 但上半身却是绞肉鸡的恐怖电影 鬼女魔咒 整个好了吗?现在风上 年轻的关口是汽车修理员 长将一般家境普通 一直没找到女朋友 这家店里只有他和老板两个人 老板每天都在研究母猪的产后护理 关口则是一个劲的埋头修车 老板看关口这小子挺老实 就打算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他 关口一看 哇哦,かわいいね 看到关口心动了 老板还把客人的跑车借给他 让他带着妹妹出去兜风 关口就有点懵 感觉天上掉下饼呢 他经不住诱惑来到老板家里 没想到老板家里异常破旧 又脏又乱又差 老板行为还特别怪异 正在用一根粗管 往一个麻袋里运送着什么 不问不知道疑问吓一跳 原来这个上半身套着麻袋的 正是老板的妹妹麻袋钢 老板刚才正在给他喂饭呢 老板告诉关口 妈妈生下麻袋钢之后就去世了 是他把麻袋钢一口一口养大的 还让关口一定要把麻袋钢照顾好 关口就有点懵 然而当他看到 精装打扮的麻袋钢走出来的时候 他犹豫了 为了工作只能忍 但他还是忍不住 拿出照片发出疑问 老老板这是你妹妹 当然是我妹妹 你没看到吗 看来这老板不仅进食还散光 这明显不是同一个人吗 关口已经答应 带麻袋钢出去玩耍 当场翻脸好像有点不合适 他还是带着麻袋钢出发了 路上关口心里想着 虽然脸看不到就看看没腿吧 没想到却看到一只蚂蚱 从里面爬了出来 关口有些发毛 他不自觉的停下了车的 心里还在想 我怎么就这么作呢 看到关口好像挺嫌弃自己 麻袋钢生气了 直接跑走了 但因为套着麻袋 变不清方向 跑了一圈又跑回来了 摔倒在关口面前 关口吓坏了 这要是让老板发现 我的工作不就没了吗 他赶紧给麻袋钢擦拾上口 麻袋钢还在生气呢 根本不让碰 休息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 关口没话转话 阿钢 你长得如此好看 为什么要带麻袋呢 呵 还真是哪壶不开 听哪壶 麻袋钢果然又一次生气了 他再一次跑开了 这一次很严重 麻袋钢不小心 掉到了河里 不过幸运的是 幸亏有麻袋 凭借麻袋的福利 麻袋钢顺水而下 往下游飘去 关口怕急了 他赶紧上前救人 却被麻袋钢直接拉下了水 看到狼狈的关口 像急了落水的鸭子 麻袋钢开心的笑了 但声音却十分的诡异 关口没办法 只能把麻袋钢带回了家 还想帮他把衣服给换了 同时还给了他一个新的麻袋 但却被麻袋钢一脚踢开 然后还踹了关口好几脚 关口本以为麻袋钢看不上自己 但他又瞬间表现出了欢喜 呵 女人 两人第一次有了亲密接触 然而就在关口 尝试更进一步的时候 麻袋钢的麻袋里 竟掉出了一块带血的肉块 关口真的吓坏了 直接就蔫了 麻袋钢感觉自己被嫌弃 恼羞惩怒 发出了怪兽的怒吼 瞬间化身 母老虎一通乱撞 省人力大增 直接把关口的家给拆了 关口直接愣在原地 YAMMY DAD 两人不欢而赞 第二天关口没有去上班 他打算离那对 骗人的兄妹远一点 同时关口对麻袋 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 即使在路边看见麻袋 他就忍不住打开 瞧一瞧 可是麻袋钢 好像真的看上关口了 开始偷偷摸摸的跟踪关口 还要和他玩 吹渐渐的游戏 YAMMY DAD 你这个怪物 关口狠狠的用拳头 把麻袋钢打了一顿 可是麻袋钢并没有吓到 而且还很开心的样子 就是这样再猛烈一些吧 在这以后 麻袋钢用身上 自带的铁片划伤了关口 关口真的生气了 他抄起铁棍 把麻袋钢爆打一顿 哼 不死也要把你打残废 没想到 就在晚上麻袋钢又来了 他把关口丢下的眼镜 送了回来 看到麻袋钢虚弱的背影 关口还是没忍住 上前把麻袋钢扶住了 但其实 他想把麻袋钢推下去 这样麻袋钢就能死了吗 不可能 在一个下雨天 麻袋钢又回来了 他把关口堵到了一间屋子里 还向他伸出了圆手 诶 原来还有手 仔细想一想 这样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反正关的当然都一样 关口妥协了 他不自觉的抱住了麻袋钢 麻袋钢也很主动 终于揭开了麻袋 你过来呀 关口真的把头伸了过去 没想到 麻袋钢一口就把关口给吃掉了 远处 麻袋钢的哥哥开车路过 看到这一幕 他没有丝毫的惊奇 他主动烧掉了关口的所有遗物 伴随着麻袋钢逐渐延续 电影人也结束了 麻袋钢的哥哥又开始招收性员工了 只有一个条件 必须得好看 这哪是招员工啊 明明就是给麻袋钢找食物 看了这个电影 我只想说 麻袋钢啊 麻袋钢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呢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